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保卫师就不到你们这女来 我若去 就差他来 他寄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疑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主要引导门徒 进入真理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 他对我们说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又说 因我往父哪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彼此说 他说等不多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耶稣看出他们 要问他 就说 我说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你们为这 话彼此相问吗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 爱好 世人岛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苦人生产的时候 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世上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起落了 这起落 也没有人能夺去 靠主命求父 必要得着 到那日 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命 刺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命 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 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这些事 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哪要将父明明的 告诉你们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命 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门徒说 如今你是明说 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 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 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吗 汉呀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其实 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到最后 感谢观看